今天就是有一群网友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微博下面吵了起来 这个微博下面现在光评论就一万多了 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朱一龙和张哲瀚的 朱一龙干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这个演员我完全不认识他 他和张哲瀚的事情有点类似 就是他也是被发现之前 在日本平安神宫前面拍了一张照片 平安神宫就是供奉两个日本天皇的神庙 他曾经的一个公司就是负责日本清华的战犯小松辉九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指责住一龙 这个事情在微博上显示是超过了3.8亿次人观看 但是很奇怪他没有上热搜 所以很多网友就一直吵着这个事情 希望引起更多的关注 然后人民日报这个微博刚好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回应日本删除教科书中有关未完赋的内容 所以很多网友就跑到这个微博下面 发朱一龙的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微博 我们看第一个网友就是说 朱一龙合影平安神宫 三亿不配上热搜 后面一条是 铭记历史三亿不配上热搜 然后还有一条是说 平安神宫能不能去祈福 就一句话的事情 是不是拜天皇说清楚 还有说为什么把朱一龙相关的微博都删除了 只留下网友辱骂张志涵的 还有一个评论是说 报告请求处理三亿阅读量的话题 话题里把普通的旅游景点等于 晋国神社 全都在洗白汉奸 一群刚注册的号带节奏对国家失望 对政府失望 并要求给汉奸一次机会 进去骂一句汉奸 立刻能有几十个人冲你 这个是大概一开始的回复截图 现在有些回复是已经被删掉了 微博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评论 比如这一条说 朱一龙平安神宫合照 朱的粉丝太可怕了 把李大钊陈独秀都搬出来 给一个去平安神宫参拜日本天皇的人洗白 然后下面一条说 坚决防范资本操控舆论 仁日下场删 朱一龙平安神宫合照 这算吗 仁日是什么 姓赦还是姓资 日本强征未言赴历史 事实铁证如山 还有一个网友说 1.2亿的时候 我还在金塔MirrorSoul 现在3.8亿了 我反而平静了 这件事情发酵下去 官媒的公信力还有吗 其实也有我觉得很多很理性的评论 比如这一条 其实有点好奇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同样的情况两个月出现三次 一个铺天盖地的热搜和抵制 一个是发了身后 平息 一个是没有任何回应 但是关注度极高 后面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 我们这些瓜田里的渣 要吃到什么时候 希望将来能得到一个平静有趣的网络环境 而不是任人利用操控的工具人 受够了各路讽丝 控评 审判官 和各种事情的反转 然后下面一条 猪一龙平安 神功合照 禁止这种挖坑手段吧 一路看下来太可怕了 这个事到底是谁爆出来的 又因为什么原因选择这个时候去爆 其用意恶毒 人心险恶 等等等等 八月的事件已经打开了 潘多拉摩河 不是轻易封杀就能解决的 希望官媒国家能够正视这种政治事件 不要养成这种不良风气 从根本上解决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的确是有很多张哲瀚的讽刺 不服 觉得凭什么我家偶像拍照就要被封杀 猪一龙就没事 所以他们就来留言质问 同时就很多人觉得 都是张哲瀚的讽刺 为了洗白张哲瀚 来拖猪一龙下垂 但是我们看微博 肯定也是有很多网友 就是为了封杀猪一龙 觉得猪一龙就是去参拜平安神功 就等于参拜日本天皇 所以必须封杀 为此我专门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平安神功 平安神功共奉的两个日本天皇 恒武天皇和孝明天皇 但是他们在日本清华战争之前早就去世了 但是他只不过说后来一个日本清华的战犯 叫小松辉九 出任过该神功的官司 其实不止猪一龙就是龚俊也被人扒出来说 他在2019年去日本旅行时拍的vlog 就是出现过某某神社的字眼 所以说龚俊也有可能去日本参拜过神社 当然这个事情后来也是被发现子无虚有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 我个人觉得猪一龙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妥 更不要说龚俊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张哲瀚这个事情 网上现在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这个氛围 你说以后还有明星敢去日本敢去拍照吗 我觉得至少相当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会有明星敢去日本 也不敢去拍照了 如果你敢去拍 那你最好保证你身后哪个房子 哪个路牌 它和日本战犯没有任何关系 或者我觉得我们可以出一本书了 就是 日本拍照注意指南 就是标记好哪儿不能拍照 我们可以卖给明星 我觉得到时候他们很可能愿意高价买一本 但是朱一龙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远远不是他自己拍照本身有没有问题这个事情了 从三亿多的热度 他不能上热搜 再到人民日报 删除相关的评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本身已经被压制了 至于说到底是朱一龙背后的资本很强大 一直在压这个事情 还是说官方有人觉得朱一龙拍照不属于今日行为 这个咱就不确定了 对于网友追杀朱一龙的这些言论 我都不支持 不管他有极异热度 我都不支持 因为我觉得朱一龙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后面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要搞清楚 就是很多网友疑问的就是 你为什么不分杀朱一龙 是不是有资本给他洗白 或者是张哲瀚的讽刺觉得 处理张哲瀚 和朱一龙的标准 为什么是双筹标准 这些无外乎都在问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问一个标准 就是我们判断张哲瀚也好 判断朱一龙也好 或者以后再出现其他的明星 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当然我的话 我可以以我个人的标准去判断 我觉得张哲瀚是今日 我也可以觉得朱一龙是今日 我可以抵制他们 不看他们的电影 不买他们代言的产品 那都是我个人的自由 但是我们一个社会 尤其是官方要做一个判断 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必须得公开透明 为什么三亿热度就不能上热搜 为什么不能原谅张哲瀚 反过来为什么朱一龙没事 你都要有一个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是谁定的 怎么执行的 必须要公开透明 不能说大家都不知道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好比说人民日报 其实你说封杀不封杀朱一龙 和人民日报有什么关系 人民日报它虽然是官方媒体 但也只是一家媒体 他当然也可以说 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评论 但是你也没有说 去审判一个人的权利呢 但是这次大家为什么 又都跑到人民日报下面 去呼吁或者是去质问呢 还是说他之前 在张哲瀚事件中 人民日报的评论 就是让大家觉得 人民日报可以对一个人 去做定性 所以今天就又来找人民日报 所以说事情还是要回答官方 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官方是谁 你是国家广电总局 还是说国家网信曼 还是说一个别的什么其他机构 其实这也是这个问题所在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官方是谁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官方出来 公布你是怎么认定适得一人的 认定的标准是什么 有什么执行的程序 要不然就会像现在一样 有人觉得该封杀 有人觉得不该封杀 然后去靠媒体 靠网友去审判一个人 去封杀一个人 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法治精神